民眾黨假仗風暴持續延燒 柯文哲終於出面 請自回應 談言錯誤不該發聲 針對尼奧時勒否認三筆 共916萬元款項 表示沒有承接款項 相關業務 柯文哲當時進總幹部 全出面 財務長鞠躬道歉 我也要向支持者和合作的廠商鞠躬道歉 記者會現場搬出一箱箱單據 強調都是他一一牽合過目 而事發後 民眾黨也針對41萬元以上 競選支出盤查 發現只有15筆漏報 2筆誤報 總金額高達1817萬元 至於會出現 石勒尼奧不存在的款項 民眾黨歸結 因為合作的會計師端木正 便宜行事 因為漏報 所以會計師便於行事 他竟然用自行調節的方式 把這些款項 灌到這些公司裡頭 而這些公司並不知情 競選總部也不知情 所以尼奧跟石勒公司的負責人 發出了聲明 認為這個申報當中有狀況 民眾黨將持續釐清事實 並不排除依法追究責任 同時也表示端木正 早就因為個人因素辭職 因此民眾黨中央 沒有黨籍處分的問題 只是柯文哲大選 帳戶資料漏洞百出 恐怕還有更多問題隱藏其中 歡迎新聞科幻城 莊平達台北采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並開啟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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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開啟小鈴鐺